年雅倫出席一日店長活動 被賦予任務要幫粉絲們 呵護一下 只不過本來想像中 浪漫的情節 似乎變了掉 妳最近很辛苦喔 妳知道為什麼嗎 我看到妳這邊有一些 雅倫是這個部分嗎 我要來拯救妳了 妳這頭髮弄多久啊 粉紅公主 五分鐘 五分鐘 要不要開一個教學課程 這一秒太幸福了吧 妳要呼吸 妳要呼吸 真的 剪破表情管理 要幸福 眉頭不能皺 眉頭不能皺 哇 零八節的按摩 雅倫按到現在感覺 我還在找零八節 不是 太會笑 太會笑 雅倫真的有夠調皮 昨天她還PO文 邀請大家要來跟她一起挑母親節禮物 不過粉絲卻表示 媽媽最想要的是妍女婿啊 蛤 妳要換回答 分身乏術 除非我今天是名人 名人知道嗎 火影忍者知道嗎 哈哈哈哈 我願意就是在家 這個 一直在螢光幕前面陪著大家 對妳 所以妳的母親節禮物準備好嗎 我的母親節禮物有 就是第一個先陪媽媽吃頓飯 所以媽媽有跟你暗示說她想要想嗎 我媽是那種 我媽試著做 就是口試行非行人 就是 她會說啊不要送我禮物啊 不要沒關係這樣子 但是我一送她就會很爽 對 妳有送過什麼啊 送過花啦 來 把它收一下 有送過花 有送過錶 然後也有送過保養品都有 才說會在螢光幕前陪伴大家 雅倫下一秒卻又宣布要消失了 最近有看一個Ed Sharron她在做歌的這個過程 然後有到這個比較偏僻跟幽靜的地方 就是大家一起坐下來寫 所以我也在計畫 早早看台灣有哪邊可以好好的錄影啊 或是還有遠離這個都市生活 遠離手機 遠離Wi-Fi 然後真正靜下心來寫歌這種的情境 他們要隱居喔 隱居喔 沒有到隱居啦 超市了嗎 沒有要到咸雲野鶴的程度 但是就是讓自己能夠把很多煩惱放掉 然後專心在這件事情上面 期待雅倫新作品 但也千萬別把自己逼太緊啦 粉絲也不乾耶 完全樂理情文明正採訪報導 隨時採訪報導 hamm anim B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